每日福音 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以及一大群人离开耶里哥时 有一个盲眼的乞丐正在路旁坐着 这个人是提买的儿子 名叫巴尔提买 他一听那时纳扎勒人耶稣经过 就开始放声喊叫说 大卫之子耶稣啊 可怜我爸 许多人斥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他反而更加大声喊叫着 大卫之子可怜我爸 耶稣就站住并且说 叫他过来 他们便将那盲人对他说 放心起来 他在叫你了 这个人就抛下外衣 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回答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那个盲人对耶稣说 拉布尼 使我能看见吧 于是耶稣说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这个人立即看见了 就一路跟着耶稣去了 在今天福音中 这瞎眼的乞丐 巴尔提迈 扔下外衣跳起来 并且走到耶稣跟前 为他而言 外衣不仅仅是乞讨的工具 也是耶里遇寒的唯一装备 今天福音作者描述 这个人扔下外衣的动作 表明了他对耶稣信心十足 不再需要外在的安全感 耶稣的仁慈和能力 治愈了巴尔提迈 让他彻底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 并跟随耶稣去耶路撒冷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让莫想一下 我们到底哪里 是需要天主仁慈的医治呢 但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能够像今天福音当中 这个巴尔提迈一样 因天主而彻底的改变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